刀红线没了 刀红线的 就看跑不来弄了 没闪门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加不齐也不给它维修 加不齐 加不齐 我加不齐 我不配加950 喇叭也不香 老表新买的一台车 林木北斗星X5 跟那个林木的北斗星 有点不一样 大体上样子呢是差不多的 这个造型没有那个好看 这个车呢买成4500块钱 15年的手动挡 没有天窗 车子呢 造型不大好看啊 看起来像面包一样 实际上开起来呢 它的驾驶体验呢 也跟面包车差不多 但是毕竟呢只有4000多块钱 是吧 还是15年的 整体成色呢也非常的好 这个车呢是公司里面用车啊 我老表他腰霸 他们公司里面用车 这个车呢是平常拿来代步的啊 就是公司里面员工代步的 送点资料啊 送点东西啊 出去聚餐的时候 出去聚餐的时候呢 当一个后勤车吧 后勤保障车 是吧 就用这个车 省油啊 确实省油 呃 从成都开回来 开到广安 加了200多块钱的油 回来还跑了半个月 到现在呢 我们才来加油站加油 已经到红线了 刚才呢加油都不走了 车子抖动的特别厉害了 运气好 刚刚跑了 加油站 三百多油回九块钱 谁接到吗 好想洗哦 谢谢哈 他这个车的油耗呢 就真的是非常低了 只比我们的摩托车呢 稍微废油那么一点点 就是这个外观 这个造型 很多年轻人 难以接受这个造型 是不是 跟面包车差不多 而且呢真的是没有 那个北斗星啊 正宗的那个北斗星造型好看 这个车呢空间超级大啊 跟面包车差不多 空间真的是大 纯平的哈 纯平的 快睡觉觉哈 嗯 除个指甲以后开那个车还可以 空间打的 车是起来不卖呀 嗯 起来没呀的呀 对 老表一米酒的果子 你看起来都不中头 你看吧 打开嘛 你老师拿开我呀 可以了 这个妈妈可以哈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你们觉得花4500块 买这么一个小汽车 划不划算呢 现在我那个摩托车呢 都是一万多 这么大一个小汽车啊 才4500块 你们就说值不值吧